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初中语文课本当中 有一篇叫做《范进众举》的文章 主人公范进是明成化末年的一个读书人 我们都知道众举那就是古代版的高考 可比现在难多了 秀才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 也就是乡试 考中了录取了叫做众举 而范进年少时就考考考 整日埋在书本里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考中飞黄腾达 可没想到越努力考得越差 只考的是家徒四壁 好个少年郎啊 一直考到两鬓斑白都五十多岁了 还是名落孙山 原著第三回描述 范进去参加科考时 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笙上来交卷 那衣服因是朽烂了 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 这可怜兮兮的童笙说的 正是范进 当时范进的家更惨了 家里住的是一间草屋 一扇披子 门外是个茅草棚 从这些描述当中可以看出 在没有重据之前 范进穿的那是破破烂烂 像个乞丐一样的 住的是破毛屋啊 甚至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经常没米饿得他老娘是头发昏 而他的老丈人 专门杀猪的糊涂户更是恼得很 经常骂他 把个女儿嫁于你这个现世宝 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 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搭 扑 被老丈人一口唾沫唾在他脸上 骂他是尖嘴猴塞 辣蛤蟆想吃天鹅屁 就这么个loser啊 也成为了邻里乡亲们 冷嘲热讽的对象 可万没想到 也许是持之以恒的坚持 也许是上天可怜吧 这老哥万念俱灰之下 竟然有一次高中广东乡市 第七名亚员 出人意料的中了 文中交代 当暴露人员来到范家报喜之际 范进还抱着家里的唯一只母鸡 在集市场求卖 已维持家里生活 在得知这次中了举人之后 范进高兴的是手足倒 太突然了 刺激太强烈了 一下子脑袋的弦 蹦竟然断了 咦 好了 我中了 发起了失心疯 好在当屠夫的岳父 啪一巴掌 到底是给打醒了过来 随后周围的人都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 有送房子的 就连当地的乡绅 都前来跟他攀关系 还有很多的贫民百姓 直接过来 托付在范进家中 说要自愿成为范老爷的丫鬟和仆役 而一向凶神恶煞的糊涂户 对范进的形象 也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他在第三回说道 我这个贤婿啊 财学又高 品貌又好 就是城里头 那张府这些老爷 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对曾经被他吐骂的女婿 连刷的声音都变得低了好几个调 是轻声细语 小心翼翼起来 因为课本是节选嘛 那范进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讲的是噼里啪啦 末了呢 就有个同学就忽然问他 说那范进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 老师当时就有点懵啊 等我回去找找 可这一招就没有下文了 直到现在 很多朋友都特别想知道 当年初中语文课本中 那个重举封了的范进 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其实呢 范进重举啊 是选自清代小说家吴敬子的如林外史 书中交代的清清楚楚 说范进重举之后呢 他母亲大起之下 一口痰涌上猴眼 没缓过来 归姬了 为母丁幽三年之后 范进又进京会士 这次厉害了 竟然高中进士 那古代重举直接就是国家公务员呢 范进直接就担任了考选御史 成了经官 数年后又清点山东学道 管理全省的教育工作 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 范进工作努力 政绩显著 表现优秀 几经辗转呢 又回到京城 最终官至正四片 那讲到这儿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以前学课本的时候 大家伙都嘲笑这个范进 然而人家五十多岁重举 为母守校三年 六十岁左右出任官职 而且官是越做越大 士们如今的身身学子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真相大白了 那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懈拼搏 范进是不是我们立志的 好榜样呢